表示,去年有超過6000萬人次旅客訪港 過野旅客人均消費接近8000元 在8年來第一次下跌 根據旅法局數據顯示 去年訪港過野旅客數字達2700多萬人次 按年增長8.2% 而流港時間是3.3晚 比前年未跌 他們的人均消費由8123元 跌到不夠8000元 在8年以來首次下跌 內地相對比其他市場比較多 他們買貴的賣少了 買手錶、鐘錶 我想大家在剛剛公佈的零售數字裡 很清楚看到 是高價、那些叫luxurious goods 的影響很大 旅法局預測今年的整體訪港旅客人次 會去到6400多萬 比去年上升大約6% 當中內地旅客會有5100多萬 旅法局說會跟政府商量 開放更多廣東省以外的1000多行城市 增加過野旅客人次 但是強調會考慮承受能力問題 希望去爭取多些新的城市 不是爭取多些客源 而將整個過野旅客如何增長 這個對香港整體來說 當然我們要看到一件事就是 大家香港人本身的承受能力 是否達到 所以這件事我們都要歸根結底 跟政府商量這件事 旅法局說未來一年的推廣預算 是3億5200萬 將會繼續開拓飛廣東省客園 增加過野旅客比例 被問到擔不擔心香港缺乏新的旅遊景點 吸引不了過野旅客一來再來 林建岳說 旅法局在每個月都會舉辦一些不同的大型活動 相信對來過香港的旅客都有一定的吸引力 無線電視機者陳日思報導 立法會人力事務委員會 明天討論或一法定假日 以及公眾假期的建議 本港有兩套假期制度 其中公眾假期有17日